林徽章送过一本 这是解读预言的密码 我翻了一翻 发现 不少近代的一些科学家 预言家 跟大乘佛法讲 一个道理 就是意念 主宰了一切 那么这个地球走向末日了 能不能救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我们 把意念转过来 每个人都想着和平 和平就来了 每个人想到安定 安定就先起了 他里面说到 他是小 讲到自己的身体 你是个健康的念头 你的身体就健康 就不会生病 那一心不乱了 实在讲 不容易做到 所以许多人看到经本上 这一心不乱就摇头 做不到 要一心细念的 那大概还没有问题 一心细念就是 我们心里都常常牵挂着 这个容易做到 这一项专念的 更容易做到 一个方向 西方 极乐世界 专念 阿弥陀佛 那这个就是更容易了 那么罗舍 一心不乱 是不是 把这个 这个境界 提高了 有没有这个果实 其实 其实没有 如果你真正念到 功夫成品 那就是一项专念 一项专念里头也有三倍九品 如果是上倍 那就是上三品 临终 弥陀 戒淫的时候 一定先放光 住招 这一放光 就把你的功夫提升了 同等的向上提升 功夫成品 就提升到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的 还是有三倍九品 四一心 三倍九品 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 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图 是什么地方呢 是舍法界的四圣法界 它还有三个等级 圣文 圆觉 菩萨 佛 四个等级 那都叫做方便有余图 都是四一心不乱 所以它里头差别还是很大 阿罗汉跟菩萨 跟佛比 真是差一大截 离一心不乱呢 是平等 生十报 庄严徒 那这个功夫就更难了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 跟弥陀经 跟弥陀经一比呢 这个经所中的 就是修行指导的原则就更清楚 更明确了 更起众生 让一切众生看到这个经文 没有怀疑 觉得自己很能接受 很能够学习 这是 你一心 此尊是阿弥陀佛 弥陀对一切众生的 无极点恩德 你一头要解令 若至此名后 未断见诗 随起 获山获定的 生同居徒 分三悲九零 同居徒里面的三悲九零 他这个 致辞名后 尽思烦恼 没有断 功夫里头 有善 有定 这是家里的心 你是散乱心 痴迷 有没有可能往生 有可能 不一定 关键在最后一年 临终最后的一念 是阿弥陀佛 决定的心 这第十八愿 一念 十念的 都能够往生 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把你的妄念扶住了 你这个妄念变成阿弥陀佛 关键是在最后一年 平常没有关系 最后那个关系太大了 我得定 那就真的功夫成片了 平常念佛这个功夫 确确实实 可以把烦恼吸气 付出 那这个在 见识泛那么一段 他在 凡圣同居图里面 品位就高了 这你讲得很清楚 三倍九平 上中下三倍 每一倍里头 都有上中下三平 那么到十报 庄严图 净土经论里头没有讲 华严经上讲得清楚 四十亿位发生大死 他有四十亿个阶级 这个我们在华严会上 了解得很清楚 在这个阶层 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乎 那么在西方基督世界 舍暴 撞沿土 也是三倍九平 同样一个道理 也不能说他有 也不能说他无 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 实在讲 就是凡圣同居图 因为他是同居 净土 十方世界 诸佛如来的 这个这个 舍法界里面 六道都是会图 不是净土 四圣法界是净土 这就讲 心有净会 会图里面 有善悟 净土里面 善悟都没有 有善悟就不清净 善悟没有 六道里都有善悟 所以他有三善道 有三瓦道 那么这些境界里面的 四十真相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想到哪里去 这是个意念 意念决定四十 你真想去 他境界就写去 为什么 一切法 从心一向神 这是真的 没有例外 设法界 一真 庄严 都是从心一向神 为时所变 时 就是心一时 这个东西 能变 境界是所变 现在 这个大乘法里面 讲的这些原理原则 近代这些科学家 逐渐逐渐摸索到 林徽章 林徽章送过一本 这是解读 预言的密码 我翻了一番 发现 不少近代的小科学家 预言家 跟大乘佛法讲 一个道理 就是意念 读在了一切 这个地球走向末日了 能不能救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我们把意念转过来 每一个人都想着和平 和平就来了 每一个人想到安定 安定就先起了 他里面说到 他是小 讲到自己的身体 你是个健康的念头 你的身体就健康 就不会生病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阿